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 不格行为模型 这本书的话是讲习惯的养成 那我们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可能都有 下过决心的时候 一贯这件事情 到底是需要意志力 还是不要意志力 为什么有些人的习惯就非常好 有一些人 或者大部分的普通人 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下定决心 而没有养 所以今天这本书的话 给大家揭示一个 就是说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福格 他的名字叫福格 所以他把他的这个行为习惯的养成的方法呢 成为福格 福格是在斯坦福读的博士 他在读博士的时候跟他的教授说 他说我学到了很多和行为动机有关的东西 但是我特别想把它组合到一起 成为一个模型 让大家去应用 他的导师告诉他 他说你不要这样 因为他们之间就没什么联系 你就选择你自己觉得有用 后来福格也进了斯坦福 自己也成为一名教授 他在做教授之后 终于把他自己学到的这些零散的心理学 行为学 创建了一门新的这个学科叫行为设计 然后呢也新建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然后呢他把自己的这个模型称为福格模型 那个时候他说他说我发现我的教授错了 我的导师也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这个福格新闻模型帮助了无数的人 他每周都会做一个每周五天的这个行为习惯养成瘾 他自己亲自就自己就辅导了四万多人 在相当长的大概二十年的时间里 他都是用免费的方式 每周辅导几百个人 同时他在富坦福开设的这门课呢 也吸引了包括斯坦福大学的一些教师和他们的家属 孩子都过来旁听 另外我觉得比较打动我的是福格自己也承认 在他的生活当中啊 他也受亚健康 受人焦虑的这种困扰 所以他自己也用自己内容去养成了数十个新的习惯 所以他自己就是一个这个 让我们觉得说一个教授或者一个学者 也会有普通人一样的困扰 这本书的话就会更加符合特点 在这个书的最后面 他也讲到了他跟他姐姐的故事 他姐姐在他的儿子二十多岁的时候 突然得到一个噩耗 就是他的儿子去世了 那去世的时候的话 他的丈夫呢又得了护理 然后他们家族的生意又倒闭了 所以他进入了人生当中非常困难的几年 那这个福格和他的姐姐感情非常好啊 小时候他姐姐就教他认字啊 这些学习这些 所以福格后来就想说 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帮助我姐姐 后来的话福格不仅用自己的方法辅导他姐姐 而且让他姐姐参与到自己的项目啊 然后帮他姐姐不仅是 改变自己的人生 改变自治 还得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啊 这个因为在中国其实很注重这个家族和亲情 然后这个福格讲的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故事 然后他讲到1986年的时候 他来到中国 这本书的有一个序呢 是我们把它称为美国的华裔啊 他小的时候跟爸爸妈一起去美国生活 后来去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呢 教授 然后他毕业之后先是在硅谷创业 然后2018年回国 从事互联网和金融科技 然后2018年的时候做贝壳金融的金服 然后他在前面写了一个序啊 让我们把这本书从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 迅速地和中国的这些读联系到一起 他在这个孔林鑫啊 就是他的序 他在写这个序当中 他就说 他说再大的困难要从小事做起 这就是我们今天福格行为模型的核心 就是所有困难的事情 其实可以从一个非常小的目标开始 这和我们很多中国觉得要做大事 要做复杂的事情 因为复杂的事情才有门槛 才值得做啊 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推崇叫 硬核科技对吧 或者是网购啊 不够复杂 再复杂一点啊 再有就是监测一点的这个技术 好像就有门槛 但实际上真正解决人们生活的问题 很小的事情 那今天的福格行为模型呢 给我们揭示了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需要想的那么宏大 就可以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福格行为模型的要素 那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集中 所以福格行为模型最包含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啊 就是这句话 当一件行为会发生的时候 是因为它的动机能力和提示三个要素 共同决定的 你会发生 就你你比如说你刷手机 你刷手机 首先你有动机刷手机 你想看朋友给你发了什么信息 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交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很多父母都说做作业不要看手机 停不下停不下来 它动机非常强烈 第二个就是能力 它有没有能力刷手机 它有手机对不对 父母可以让它刷 它不会被禁止 然后呢 它只要用手滑一下就可以了 提示是什么 提示很多人都不愿意关微信的这个声音提示 甚至我有很多同事也是这样 他们会开着这个微信的震动 那对我 我的手机一天是从来不会 不会有任何的响声的 我的手机 不管是电话 还是微信 不管是别人给我打微信电话 还是打视频电话 我都没有声音 甚至是手机 别人给我打电话 也没有声音 我从来不接陌生人电话 那当然我这个做的是有一点太过分了 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否则的话 它就会将我的一天的时间破碎 所以当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动机很强烈 你又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又不断的提示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发生一个行为 这个行为长期反复的发生 最后就成为的习惯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老人的习惯 就我们想起来就觉得挺痛苦的 比如说你不想刷手机 你刷手机 对吧 你不想吃巧克力 但是老吃巧克力 你总说要吃少一点 但吃着吃着又吃多了 或者说你不想睡懒觉 但是总是起不来 你不想做的很多的事情 慢慢的都变成习惯 而且很多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我们会非常轻易的下结论 有些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 会带着偏见去看待社会的一些事物 这些不由自主的习惯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喜欢责备自己 对吧 或者我们喜欢发脾气 我们觉得发脾气 好像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或者我们喜欢抱怨 这些习惯有很多都还没有被我们发觉 但是它都是因为你的动机 能力和提示 如果你没有一件事情触发你 你可能就不会冲孩子发脾气 或者是抱怨 但是因为生活当中冲孩子发脾气和抱怨的提示太多了 你时不时的就会出现 所以福格在大量的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和数据当中 找到了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 我们一个习惯的养成是因为我们的动机能力和提示 所以福格在这本书当中 对动机能力行为 做了很多的这个非常打动人心的一些建议 我们一个一个来探讨 那我们在探讨的时候 会出现我们生活当中 大量的我们自己想养成的一些 首先第一个就关于动机 大部分人在想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的时候 都是首先考虑动机 你看有很多父母向我求助的时候 都是说我们家孩子他没有动力 怎么样改变他的动力 那我想说的是 做的最核心最艰难的工作 也是去改变动力 但是福格对此有不一样的观点 因为动力的改变是非常难的 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就没有门槛了 过去的八年做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没有被人颠覆 最核心的是我们做了一件很有门槛 去提升一个孩子的动机 是非常复杂且是长 且是非常不容易的 否则的话父母早就解决了 甚至它不包含在我们今天的 福格行为模型的这本书当中 动机的改变是非常难的 动机的改变要去提升一个人的安全感 要提升他的归属感 要给予爱 要去关爱一个人 要有长期的高质量的陪伴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福格他对动机做了以下的 我觉得消极的评价 他一共有这些观点 大家听一听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动机的问题在于 第一动机的波动十分频繁 你在新年决心的时候 你是觉得说你每天做 十个否则没问题 但是你做否则的动机是波动的 你那个时候很想减肥 但是到了年中 你感觉很好 你不需要减肥了 或者是你生病了 你也不需要再这么去锻炼了 对不对 高水平的动机是很难维持的 我们大量的人都会 高估未来的动机 我们觉得明天 我们还会想抵抗这个冰淇淋 我们明天还想节制 我们明天还想 跟我们的这个爱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是我们明天的动机 不如今天那么强烈 所以我们的愿望总是落空 我们想少吃一点 对吧 我们想吃 想跑步 我们想阅读 我们想写作 我们都没有坚持 是因为我们会高估未来的动机 那你刚进两三本的时候 觉得特别有意思 但是当每周都有一本书更新的时候 你觉得说真的难见 所以当你看到说 一年能坚持五十多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呀 这个人还是意志力强 但可能答案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去分析 这个复歌行为模型 别人是怎么做到的 动机有些时候还相互冲突 对吧 比如说 你讲这个动机 有可能和你看那个跑难的动机是相冲突的 动机有些时候是冲突的 仅凭动机无法产生长期的改变 这是福格的观点 我觉得我在部分 这个也是非常认同这些观点的 那怎么办呢 福格的解决方案是这样 大家听一听有没有道理 他说动机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 一定要把你的动机就是你的愿望 我想 我想变得更苗条 我想吃素 我想跑步 我想阅读 我想 这个叫愿望 我想跟孩子保持好的关系 我想不刷手机 这是你的愿望 你的愿望要变成具体的形 比如说 你看你的愿望是 我想对儿子有更多的耐心 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练习 如果我们希望跟孩子保持好的亲子关系 我们不想跟他发脾气 那你应该做哪件事可以达成你这个愿望呢 那这本书的话 其实在信息上提供了很多的方法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不是你亲自去实践一下 实践一下你了解的这些知识 那这本书对你来说 它对于人的打动是比较难的 就是我要对儿子有更多的耐心 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比如说 每次我想冲儿子发脾气 我都数三个数 一二三 然后我再发脾气 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习惯 要求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数三个数 没有其他的 你要养成的习惯 然后你再想 我为什么数不了 我有能力数吗 有什么样的提示能够让我去数 然后你有没有动机去数这三个数 如果你真的想跟孩子保持更好的关系 那么这个具体的行为 它就会变成你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不是那么难 要拆分成行为 而且这个行为是你能够持能力做的 那除了单个的行为之外啊 要把单个的行为和行为串联起叫行为主群 或者是叫多项行为 要把它合到一起 比如说 如果我们不想冲儿子发脾气 除了说数三个数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比如每次发脾气 我都邀请我的伴侣跟我说 暂停 你在冲儿子发脾气 就是有别人一个提示 也是其中的一件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组合到一起 第八件事情 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行为主群 行为组合或者是 这样的话加到一起 最后你就慢慢的减少了你自己的 我自己最近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减少手机 这个下了多长时间的决心呢 我觉得十年 十五年 我一直在减少使用微信 但是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 最近呢 我自己觉得很焦虑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或者是给大家做这个读书会的准备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的专注度 我会在微信和我的这个页面之间 还有PPT啊 和其他的任务之间不停的切换 但是最后我发现 一个让我很不安的表现就是 我的注意力的时间越来越短 我停留在一件任务上的时间越来越短 然后我总是频繁的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 我的专注度不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回想二十年前和今天 我现在专注度已经差了很多了 所以最后呢 我就组成了写了很多事情 来改变我这种微信和手机的打扰 大家听一听我的那些行为的组群 行为的组合是怎么样来减少手机对我的打扰的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第一个是七点以后就调为飞行模式 我指的是回家 晚上七点以后我的手机一定是飞行模式 第二个下班的时候 我回到家 我会把手机放在抽屉里 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真的减少很多使用手机的时间和打扰 当然不是说你把它放到抽屉里 然后就搞定一切事情 有些时候呢 你想的比如说我突然想的要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我会把手机重新拿出来 这样的话有可能你会重新又回到那个 又不小心又刷了一下手机的这个习惯里面 所以你需要很多不同的行为 你要放一个组合 比如说你刚要刷手机 你发现你的手机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 所以你要稍微多点几次 取消这个行为限制 虽然也很容易打破 但是它不停的叠加在一起 你使用手机的这个障碍就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特意给我的同事发了单独的一对一的微信 我告诉他 我说之后我回复微信的频率 我可能两个小时才能回复一次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使用微信 都是由于担心我们没有及时回复同事的会怪罪我们 这种心理的压力啊 会让我们觉得不时的去看一看啊 就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这种动机和我们不刷手机动机 它是冲突的 最后呢 你就你还会 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同事说我回的会慢一些啊 然后我在电脑上会推出微信两个小时我再登录一次去回复一下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做啊 比如说孩子看见你刷手机就可以提醒说爸爸你刷手机了 对吧 然后第七个哈就每次用手机都需要向伴侣 寻求同意 你要过去问一下你太太 你要过去问一下孩子妈妈说 哎 孩子妈我能用一下手机吗 一般情况下他都不会阻拦你 他可以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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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以 但是每一次去问都会有一些人际的这种障碍吧 有一些人际的压力 对吧 然后一定要关闭微信的看一看 我的手机里面没有看一看 没有视频号 没有抖音 没有小红书 我曾经也下过抖音哦 大概会看个两三天 最后我发现特别耽误我的时间 在这里的话 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减少一个行为的反复的提示 是减少一个行为成瘾的 如果毒品每天都在你桌子上摆着 那你的有生之年也有可能会吸毒一次 因为每天都抵御它的这个诱惑是很难 但事实上大部分人生活当中毒品是很少 这个是很多人希望毒品合法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反对的观点 就是你让每一个人毒品都随处可见 就像枪支一样 那这个时候暴力和吸毒上瘾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所以一定要让这些很危险的事 如果是一个手机遥控器 遥控器 你把它放到抽屉里的这个效果也会非常好 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称为行为组合 就是你要把这所有的行为都组合到一起 最后去实现你的愿望 但总而言之 大家一定要明白 动机不足以改变 或者是形成一个新的习惯 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动机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对吧 我们想改变饮食 我们想减肥 我们想改成睡眠 我们想成为更好 我们想学习英语 阅读 写作 看电视 不刷手机 减少拖延 这些都是我们的愿望 但是愿望不重要 愿望要变成 你做哪 你要拆分成一件一件的事 而且这些事情不需要很大 它可以非常简单 但它可以变成组合 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长期的 消耗我们时间的 或者让我们的专注度变得很差的一些习惯 并不是一些很宏大的东西 是一些很小的发呆 早起的时候刷手机 或者跟篇 马上很多事情就忘记了 生活当中重大的那些 没有承担起责任 拖延 都是由我们微小的习惯堆积而成的 所以 定位在发生的时候有三个要素 动机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不那么 那么信任你的动机 不要老想着说 哎呀 我现在是动机不够 不 把动机变成具体的行为 这是复刻行为模型的第一个要点 那复刻行为模型的第二个要点 叫能力 你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件事情的能力 好像很有啊 人类的天性决定的 我们没有办法 长期去坚持一件 但是如果从容易的事情开始呢 你就可以想做你几乎任何事情 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要 剔除一下大家 就是觉得说 哎呀 这些都太小了 这些习惯都太小了 那有用 知道 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些伟大的产品 都是一些非常微小的动作 比如说 能够帮助你这个朋友发语音的是什么 是微信 对不对 它是伟大的商业模式 连接了十多亿人 十多亿人在用同样的一个发 最后的话 你会发现不断的其他功能叠加上去 那其他我们很多APP实现的东西 都很 一个抖音 就这么一件事 抖音其实它最早的时候是很少的 所以当我们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情 通往了一个巨大的成功 因为大部分人在行 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失败的时候 他有一个 又形成了一个糟糕的习惯是什么 责备自己 哎呀 你看 我又没有 今天又没读书 最后 你在责备自己当中 不断地把自己的情绪陷入低谷 就是人 它是情绪的动物 你对自己不够自信 没有那种美好的感觉 最后你是不可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我们在能力这件事情当中 就告诉大家 有没有能力做一件事情呢 那怎么办呢 福哥的话给我们分析 他说有三种方法 我们来选择其中的一种 第一个就是你提升你的技能 那你的体能特别好 对吧 你的耐力非常强 前两天我上网球课的时候 我的这个网球教练告诉我 他们在这个上这个提大研究生的时候 每天10公里 他那个速度一路狂飙 就在冲刺 而且跑完没有任何感觉 30多分钟 10公里就跑完了 那些运动员的速度 就是一万米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感觉 所以对他们来说要养成每天10公里的这个习惯是很容易的 对普通人来说每天10公里这是很尖 你要提升你的能力 对吧 比如说你每天都想整理你的房间 但是你其实不太知道这个房间应该怎么整理 你去学一个 或者是你下一个keep 然后就指导你做健身 在家里如何去锻炼 或者是你去参加一些冥想的课程 或者听读书会 其实都是提升你的技能 第二个就是改善你的工具 弄一个弄一个工具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就是可以让你的房间更高频率的被打扫 对吧 电饭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我小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在每次用电饭锅煮饭的时候 我能想起来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 花多长时间煮这个饭 要自己把那个柴火劈成段 要着火 要洗那个锅 然后要把米放进去 我们当时南方煮米 是怎么煮饭的时候是怎么样 先把米煮熟了之后 再摇起来 滤干那个米浆 然后再放到一个木的镇上面 再去蒸 蒸熟了那个饭才能吃 那个口感跟现在我吃到的米饭不太一样 非常非常麻烦 我觉得在我从小到大 我妈妈花在做米饭这件事情上 花了大量的时间 那现在电饭锅会不会帮助你每天做家务或者做饭 洗碗机会不会让你觉得说 其实参与家务其实没有那么痛苦 你获得一个工具 可以很好的让你的习惯的门槛变低一些 然后第三个是 让你的行为变得更危 就如果你要让一件事情更容易 不那么艰难的话 你要把这个行为猜得很小 我举个例子 很多孩子那种改变之难 真是大家难以想象的 三个月六个月 他几乎就没有做完工作 几个人围着他转 四个认课老师 一个指导老师 那那个指导老师几乎是贴身的 每天苦口婆心 不仅谈人生 又激励他 然后又说 哎呀 我爱你 类似什么都做了 这个孩子就是没有什么自我改变 他不想学英语 出国留学都是爸妈妈设计的 不想出国留学 最后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第三种 这个方法 就是让行为变得微小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 复刻行为模型这本书 它的英文名字叫 Tiny Habits 叫微小的习惯 如果它翻译成 微习惯的话 其实这本书 要更贴切一些 它不像一个行为模型 它更像是说 微小的习惯 是怎么改变人生的 然后我自己也特别认同 复刻行为模型的这些理念 因为锐图 其实不仅是在实践上 在理念上 都是微习惯的受益者 我们很多孩子 真的就是从 那种非常非常小的 你看那种小到 就布置作业 最后三十个单词背不完 十五个单词背不完 五个单词背不完 最后减为几个 大家知道吗 根本就不需要背单词 每天打开电脑就可以 打开电脑 就是一个任务 就任务小到这种程度 不用做其他的事情 就只要打开电脑就可以 所以每天想跑十公里的同学 不应该说 我每天要跑十公里 不要 你的第一个行为 应该是穿上跑鞋联系七天 但是不能出去跑步 只能穿跑鞋 在你家门口站一会儿 站完之后脱掉跑鞋回来 穿一个礼拜 看看你烦不烦 你穿完一个礼拜 你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不还不开始跑呢 有那么难吗 可能你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穿上跑鞋 和跑步之间 它并不遥远 就顺便就开始跑了 跑着跑着 你发现就停不下来 三公里就过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 让行为变得很微小 是一生 好像有点 让事情变得更容易的 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你要不提升你的技能 要不你去得到一个更好的工具 要不你就把你的行为 挨得很细 挨得很微小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而且 大家一定要知道 把行为猜得很简单 并非人人具备的技能 否则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 每个人都发明了微信 发明了今日头条 发明了Instagram 但是没有 是不是 这些伟大的APP的 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帮人们养成的 一个微小的习惯 最后的话 它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 对吧 有相当多的金钱 投入到这里面去 所以复刻行为模型的第二点 我们刚才讲完第二点 就是 我们做一件事情 很简单 它一定 第一个是 它有动机 但动机不可靠的方法 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行为 第二个就是 你要不提升你的能力 要不改变这件事情的难度 你把它变得很简单 最后一个就是提示 就没有提示 行为也很难养成 很多人在新年决心的时候说 你每天都用自律来压制自己吃素 你是很难的 因为你有时候有动机 有时候没有动机 新年决心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想做个好人 但是后来 你哪知道做好人 要付出这么大代价 你的动机就变化了 你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特别 对自己动机过于的乐观 这是我们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最重要的是 福哥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要多增加提示 那总而言之 就是说提示这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记住是 没有提示行为就不会发生 而且相比其他的提示 比如说什么情境啊 或者有一个任务啊 行动的提示的效果是最好的 就是你在做某件事 他会提醒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给他做示范啊 怎么样用你原先的老的习惯 去带动一个新的习惯啊 举个例子 我在看掌控习惯这本书的时候 就看到书里面有这么一个小的提示 很多人都自己的车呀 我看到很多人的车都很脏 就他车里面有很多垃圾 他每次都下定决心 所以我要收拾一下 但是你知道你把车停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正好有垃圾桶 情况并不是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就一直下决心要清理车 但是车子总是垃圾全留在上面 就是说下次下次啊 办公室啊 或者你的房间可能都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个掌控习惯这本书 听到这个建议叫 地住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是 只要下车 必须把车里所有的垃圾都带走 后来我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我的车永远保持非常干净 尤其是我的孩子在车里面 留一些他吃零食的一些袋子 我都特别生气 因为我只要下车的时候 我就会把车里的垃圾 所以我的车里面 永远保持最干净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因为你车子很干净 会让你心情很愉悦 然后呢 我们这个复合新闻模型的书里面 还讲到了迷迈的一个 特别有自律的一个管理者 他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 只要下班 他离开办公室 他就开始整理自己的办公桌 然后整理的井井有条 他会写上已经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正在做的任务是什么 还要即将要做的任务是什么 贴到自己的办公桌 然后呢 离开办公室 这就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习惯 第二天他来上班的时候 看到的是非常整洁的办公桌 然后呢 办公桌上面有写 今天哪些事情我昨天已经做了 今天我要继续做什么事情 今天我要做哪些 还没有开始做的事情 他觉得一天都非常有序 我觉得这个习惯就很好 我身边也有一些同事也就是这么做 就是要用一个你原先做的事情 下班 这是一个你原先的动作 你每天都需要下班 下班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去做另外一件新的事情 这个我们称为行动提示 用一种行动去带动你的下一个行动 比如说冥想就非常艰难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 头只要沾到枕头 就冥想一分钟 只要一分钟 不要想十分钟 五分钟 那很艰难 我最近的话 也在开始做一些冥想 我大部分时候 都是躺在床上的时候 想要睡觉之前 我说来吧 但是对于我来说 有相当多的杂念 会进到脑子里面来 虽然我非常努力的 在定出那些杂念 但是我真的会 有些时候不由自主的会想到 公司啊 自己的人生啊 很多焦虑的东西啊 特别特别难 但是呢 两三分钟 四五分钟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可能再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那冥想的话 又会成为我的一个新的习惯 那冥想是一个很难养成的习惯 但是用你原先的 秀的习惯去带动 你试一试 是不是有 福格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习惯 而他每次上完洗手间 就做两个佛撑 我听起来真是觉得非常怪异啊 一个人做完 一个人上完厕所之后 然后就挖在地上 做两个佛撑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两个佛撑 这能干嘛呀 这能帮助你有更好的这个身体吗 不要小看这两个佛撑 那福格他自己说 他因为做这件事情 当然他会做其他的运动啊 后来他减 就是他减肥减了九公斤 然后肌肉更加强壮 身体更好 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佛撑这件事情和没有 它是不一样的 他有这个提示 那锻炼啊 或者是运动就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否则的话他就提示没有 就慢慢的会消失 还有一个人呢 他每次都吃多 所以他每次吃西餐的时候啊 他说只要见到服务员过来 他就会告诉他一件事情 说我不要面包 因为吃西餐在前面 总是会上很多面包 所以他要做到 告诉服务员 我不要面包 这个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要下定决心 我要做一个饮食很健康的人 这个就很难 对吧 所以呢 要用原有的日常旧的习惯 带动一些新的习惯 那回到我们的福格行为模型啊 叫B等于MAP B的话就是Behaviour 你的你的行为 他只有在三件事情 就是你的Motivation 你的Ability And your Prompt 你有一个提示 你的动机 你的能力 你的提示出现的时候 合到一起 你才能养成 过去生活当中 有很多想改变饮食 减肥 加成种种的决心 这些决心可能 都还没有成为我们 那我们今天这个方法论的核心 就已经 大家可以组成小组 可以和你的伴侣 一起去探讨 我们用一下 福格的行为模型 这些新的方法 能不能去 把它 把我们其中一件事情 比如说不要冲孩子发脾气 或者把我们的这个行为 拆掉 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想我们要不断地增加 行为的提示 我仔细想一想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却是养成了一些新的习惯 比如说我的微信的 我在之前的话 一直有看我刷那个网易 特别多 但是然后 比如说 非常简单的 让自己的车保持整洁 春节 春节的时候到现在呢 一直每天三公里 那其中有艰辛的时候 但是我都 然后 断断续续的 我也一直在学习 新的行为 这些习惯 让我受益匪浅 就让我成为更向上的人 另外 我有一些 还有很多很渴求的习惯 更能享受当下 我能安静地 有读复的时间 每天都能有写作的这种习惯 那这些对我来说 都会显得很宏大 那看到今天的这个 福格的行为模型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福格的行为模型 能够帮助我去养成 一些新的东西 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我们总是 我们觉得一件太小的事情 不值得做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有成功的人士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产品 Instagram的联合创始人 在接受福格的培训的时候 就得到一个作业 他在班上那个时候的作业 就是用移动电话拍照 并且分享给其他人 然后他们的目标是 让分享照片 使人们感到快乐和开心 你看他在课堂上的作业呢 产生了一个 Instagram后来被这个 后来应该是被这个 Facebook收购了 收购的时候是10亿美金 当时很多人还觉得很贵 因为他当时原来十多个人 那现在的话 这个Instagram据说估值已经了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掉 没有太关注这个公司 但是简单的说 就是说 如果你做好了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也有可能成为一个 我们之前都把习惯啊 看成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但是我们又很矛盾 就是如果越艰辛 习惯就越难 然后呢 一旦我们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恶性循环 就是我们会责备自己 所以我们要迫切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停止 将每一次错误 当成是一种新的方法 并利用它们不断地去改进 不要再批评自己了 因为人都是 所谓这个新的习惯 很多时候是情绪上帮助我们养成的 就我们挺开心的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把你的习惯拆分得非常小 就改善你情绪的非常好的方法 其实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习惯的养成 有些时候都被看成是个人的 一家修身嘛 很多人 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把 一个人最重要的这个修炼都 但是在复刻新闻模型的 最后的一个建议 一个人都身处社区 所以在习惯这件事情上 有一件事情帮助他人去 不是养成一个习惯啊 不是 帮助他们去做他们 养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很少谈动机 是因为即使有动机的人 他们也经常失败 更不要说没有动机 那如果没有动机的话 今天这些行为模型 或者威胁 或者策略 似乎对你是没有效的 我们今天更多的是给那些 有动机 但是依旧失败的人 所以呢 我们有两件事情可以做 第一个就是你帮助那些人 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成为他的陪伴者 你成为他们的监督者 你成为和你的伴侣 在一起共同去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或者陪伴你的孩子 去养成新的转移电子产品 这些习惯 第二个是 要帮助那些人们感受成功 就是如果他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你一定要跟他一起去庆祝 庆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加深你的行为习惯的一个方法 庆祝的方法特别简单 不需要特别复杂 有些时候只是告诉自己说 你很棒 加油 你成功了 或者是微笑一下 或者是握一下拳头 就是庆祝 但是如果不是在生活当中反复地去强化我们固有的一些行为 我们当一个人一点一滴地 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井井有提 他是一个守时 不拖延 整理房间 特别承担自己责任 没有电子产品依赖 饮食 总是喜欢锻炼 生活非常规律 睡眠质量也非常好 如果他养成了无数的这样微小的习惯 组合到一起 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 但其实观察我身边的人 我会发现 否则的话 即使他到了一个位置 由于他的能力不够 他也会从位置上掉下来 所以我们要维持一种非常优质的生活质量 它核心是来自于我们的实力 习惯呢 实际上就是你的能力 自动执行很多你的行为 所以如果当我们养成了好的习惯之后 我们就成为一个并不费力的人 如果大家说 你怎么能够非常不费力地去做那些 别人看起来很艰辛的事情 并没有觉得非常吃力 每周的话 我们会读一本书 会做PPT 然后做很多筛选 然后再决定怎么去分享 在周五会放弃看电视 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讲 习惯的养成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来说并不艰辛 所以非常推荐这个福格行为模型当中 关于习惯养成的三要素 然后希望大家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方法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